你怎么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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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就是想问问你 今天让你跟江村好好聊聊 可是你跟他说你们俩不熟 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看到他平安回来我就放心了 那我想什么呢 你 你这什么表情啊 你这哭呢还是笑呢 你是打算跟这个江村 老死不相往来了是不是 以后在江村面前 不要提起我了 我在江家发生的一切 也要瞒着他 为什么呀 这对他来说是好事 就是忘记了过去才能重新开始 都没有一样 不知 你要是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你就是现在想离开 想退出对不对 反正江村回来了 现在能帮助他的人 也不少你一个是不是 他身边有你就够了 我还有的时候真为他高兴 他身边有这么好的朋友 真是他的福气 你 你这是说你呢 还是说我呢 还有一件事情 我要拜托你 我之前给过江村一份 亲自鉴定 他跟博二的 不知道他放哪儿了 你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然后给江叔叔 你还做过这个 因为那个时候我特别担心他 那现在呢 现在没资格了 记住了 一定要把这份亲自鉴定 给江叔叔 走了 唉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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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用 还有用 离开得很不甘心才为难 有什么好处 怎么样 我是不是可以改航 做你的金银 我觉得你还是当董事长 我以前的一个 别愿 大家别拍 别拍 别拍 干吗 这不是以前拍得挺好的吗 这样 就这样 即便你是江太太 你也有权利去和你喜欢做的事情 如果拍完放 可以让你开心 不再拒绝 实在不行 你就来超过 你这个老婆 还是你儿子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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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喝了 好啊 很不安 好啊 好啊 我告诉你 你很赤的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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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不会呢 我要的幸福也简简单单 小的灿烂 哭得夸张 你真是大爱 这外星人也解决不了地球人的烦恼呀 还是睡吧 那就用爱来交换 那就用爱来交换 准备好了吗 公司的人都在等你 你强迫我寄这些资料 我还是没有底 我觉得我应付不来 一切都太陌生了 相信自己一定行的 这个项目 你盯了一年多了 不能说放弃就放弃 真是奇怪了 我总是面对你的时候 不觉得陌生了 算我没有白疼你 这些年 我安前马后的 我干了多少活 算你有良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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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一会儿见到张总跟人好好说 啊 张总好 你好 记忆恢复得不错啊 哥 你怎么来了 你看看你 领带都挤歪了 是吗 来 我帮你调整一下 每次都这样不注意 好了 这样多帅气啊 我最近总是想起 想起钱庸素 但我又不确定 是不是他 不会是后知吧 人家在林海 你在秦岛 八百年见不着一面 上回你失踪的时候 人家来找你 是因为秦英素担心你 是替人家姐姐着想 哥 最近是不是太累了 要不然忙完这段时间 出去散散心吧 好吧 亲自建立安排了吗 不是都已经做过了吗 干嘛还要再做一次啊 再做一次 双保险 哥 最近是不是太累了 要不然忙完这段时间 出去散散心吧 我哥 我哥不会真的想起来霍之吧 他要是想起来霍之 可怎么办呢 咱们啊 尊重霍之的意思 能不提就不提 有缘无缘的颜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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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你们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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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阿姨怎么来找我了 江村 我劝你直男而退 你不是江家的亲生孩子 做亲子鉴定 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留在江家 不就是为了财产吗 可是你用这种方式 跟博而争你会一败涂地的 怎么您这么担心 我亲子鉴定的事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到时候难堪的是你 其实 把过去忘记了有多好啊 你这么折腾 你会想起很多 非常不愉快的经历的 你知道吗 我是江村 没有人可以夺走 一个人的记忆 所以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 还是在亲子鉴定之前 跟爸说这实话吧 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实话 那好 这样吧 要知道啊 我以前失去一切了 我不在意再失去什么 所以就算爸不做 这个亲子鉴定 我江村也依然会做 我们走的路不对吧 不是要去做亲子鉴定吗 我都安排好了 爸医师通知我 选医院做亲子鉴定 我们现在去试医院 可是我都安排好了呀 我们现在去试医院 可是我都安排好了呀 换一下吧 今天听讲的 咱们现在去看 我现在去看 你专层的面子 我去看 那天啊 还在我 你基本上 你自己理解 你自己力气 我自己力气 跟不管有什么 你自己专心 你别再专心 我去看 你一个人 你还要什么话要说 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是这么地相信你 把一切所有重要的事情 交给你去办 结果你居然骗我 方秘书把这份清理报告 交给我的时候 当时我还以为我弄错 可是后来我才想明白 我终于想明白 你从一开始 你就打算卸牌江春 是 我就是打算害江春 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因为有人一直在害我 三十年了 江建国三十年了 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 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 我折迫绝望和崩溃吗你 妈 你把我一辈子都毁了你 我现在只是为了我女儿 都会她应该得到的一切 我有什么错 我一早我就告诉过你 你如果你愿意离开的话 你随随随都给你离开 我不会阻拦 是你自己你不愿意离开 是你给了我希望 是你跟我说你跟你太太 关系不好 是你说他在外面有别的男人 我一次一次地安慰你 之后你说你离不开我 这些你都忘了吗 因为你 我把我一生的职业不要了 我 我把我打扰前证都不要了 我拼了命地给你剩下了女儿 可是你怎么对我 怎么对伯儿的 你甚至都不敢承认 我认识是你的亲生女 终于你跟我在一起了 第一天开始你就知道了 我有妻子 我有儿子 我从来也没骗过你 我更没有强迫过你 你以后欺负我 你太可笑了吗 江青光 你一句话 你就把所有的责任 都退卸掉了你 你从一开始就把结果 我都想好了是吗 是 是 是我错了 是我有缘无助 还是你 是我看见你在婚姻里面 那么痛苦温馨等你 我想给你安慰 给你温暖 给你爱 给你一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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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天真了 我甚至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都没有想过 我都没有想过 你要去取代你太太的位置 直到你太太去世 我才发现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江青光三十年呀 三十年的青春 三十年的青春 三十年的金鱼鱼虾 日出负责 都没你换来 你一死一毫的话 你就会感动 你是什么样的 电视新长啊 你把一切都留给 江崔的时候吗 你想不想过 想过不玩吗 没有 没有 所以我才要把 把属于不二的一切 我要亲手夺回来 江青光是你把我逼成这样的 是你把我逼成这样的 你把我逼成一个疯子 逼成一个魔鬼 你觉得我要够活 他 我恨死你 俊 你换了我的药 给我下针让我昏 fact 这些有话 都可以动作 我知道 但是 你不可以侮辱他 你不可以侮辱他 我不许你侮辱他 我这一辈子 唯一做错的一件事情 我就是后悔 我误会了 心里还有别人 以至于让他 最后含恨而去 所以现在 我不许任何人诋毁他 我议许我们的儿子 你知道吗 我不许你诋毁他 爸 你说什么 是他害得你婚礼不行 是吗 我心来以后 一身仔细把这 我婚礼的原因告诉我 能够轻而易举 去做到这件事情的 你只有我认为 死了一生 安逸求你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这么狠毒 你为什么要生下我 为什么 你别叫我 你别叫我 你不配 我要报警 我要让你为你所做的 我一切都付出代价 不管怎么说 那是你的亲生命迹 那不是 我没有你这样的妈妈 我宁可一辈子都没有妈妈 我说您满意了吗 您满意了吗 你满意了吗 啊 嗯 呜 呜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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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呜 好 妈 妈 安怡秋 我就想问你们一句 你当时为什么要生下我 你知道我为什么讨厌齐英俊吗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想靠着怀孕 姑姑在江家的位置 但是我跟她有一点不一样不二 我从第一眼看见你 原来那么小 眼睛黑黑地看着我 我一下子我就崩溃了 你知道吗 我就知道我这辈子只为你活 伯儿 不管我受了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苦 我都在所不惜 只要你幸福 伯儿 你后悔了 我这辈子确实做了很多错事 我这辈子确实做了很多错事 只有这件事我不后悔 刚才长的一天 是求你你 你身体就是生了你的 我身体就是生了你 我儿 我儿来 我们还像以前那样 让我抱你一下 行吗 你什么时候心里 真正原谅 给我打电话 我不会 我不会再给你打电话 江春啊 嗯 恨爸妈 我也不知道啊 也许以前恨吧 不过现在想想啊 其实也不算一件坏事 你这个性格跟你妈一样啊 你妈从来没恨过谁啊 是今生的话 干杯 谢谢你了 小雅 也谢谢王院长 我明天就要启程去面试了 干 江村回来了 你又要走 你说你正来去的 我帮你涂着 江村是个好人 值得帮助呗 再说了 他跟我姐也算是夫妻一场 我们也算是家人了 家人当然应该帮助了 行行行 他是你家人 我是外人好吧 来 给你送行 面试一定赢 谁说你是外人了 你可是比我亲人还要亲一百倍的家人 干杯 干杯 看我这个 你又想是你心灭的家人 对吧 你真的没有手 旅屋的事在上上心 放心吧 拜拜 拜拜 好老的太阳啊 特别的毒 你一个女孩子家 连个防晒也不备 来 出门带着她 她也没有办法意识了 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防晒啊 我在小刘远 跟你收拾行李的时候 发现的 你肯定是跟老板娘 穿通好的 要不你怎么能提前 给我收拾行李呢 对不起 我扔错人了 没关系 我扔错人了 我扔错人了 你别拒绝你 我扔错人了 你还梦子 你帮我扔错人了 你味道我扔错人了 你什么都没有 我扔错人了 你这我扔错人了 我扔错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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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婆婆 姜婆婆好 姜婆婆好 谢谢你妈 谢谢 谢谢 都好了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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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麻烦我们先休息了啊 好 麻烦我们先休息了 拜拜 待会儿要来啊 待会儿要来啊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啊 爸 好 要嫁人了 有点儿紧张 紧张 紧张啊 紧张没关系 我马上把这个婚礼取消 不用嫁了就没事了 你敢 你待会儿不终于后啊 博儿 这几年呢 委屈你了 爸太自私了 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啊 你看这一眨眼 我就有嫁人了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嗯 爸 过去的事情 多让它过去吧 我真的 真的很庆幸 等当年的女 那你放心 就算我嫁出去 我也还是您的伯儿 要是陈颖生欺负你了 记得找爸帮你老虫 干嘛找爸 你这当哥的干嘛呢 要是找爸的话 这事还有个商业 要是找我啊 那你可别忘了 不过我才不帮你修理他 我回头帮你修理了他 你掉头来 马上就帮了他修理我 爸 你看我哥 别逗了啊 我啊 典礼完之后 你就是陈太太了 嗯 你以后做什么事情 不可以那么任性 凡事啊 都要替别人多想一想 删对你的公婆 然后做好陈家的媳妇 为你爸丢脸 我知道了 爸 爹 我给你时间快到了 爸去准备一下 待会儿 待会儿我就把你送 送给别人了 爸 爸 来 好 哎 来 我去见 来 博尔 博尔 这件东西是安阿姨托给你的 好 我不想要那个人的东西 你可以原谅爸 为什么不能原谅他呢 其实这些年来 他除了让你叫他妈之外 能为你做的他都做了 他希望你能带着这个 要长命所 步入到你的婚姻殿堂 也算是她作为母亲的 一份祝福 话我说到这儿 要还是不要 你说就算 不过不要哭 亲娘在那儿 不许哭鼻子 一会儿见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接下来 让我们用掌声 有请美丽的新娘姜国儿 在父亲的陪伴下 幸福地入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交给你了 薄儿 谢谢你 让我走进你的生命里 也许 我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男人 但我一定是最爱你的男人 从今天开始 我会爱你 保护你 陪你一起哭 一起笑 无论是现在 将来 还是永远 无论是一帆风顺还是艰难险阻 我陈丽生在子民室 我愿意一生都陪在你姜博儿身边孤立不齐 我陈丽生在子民室 我江博儿身边孤立不齐 你也许是一带风顺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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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江博儿身边孤立不齐 我江博儿在此民室 发生的好 Cheer 装导致 我的家 我江博儿身边孤立不齐 我江博儿身边孤立不论 我江博儿身边孤立不齐 这是我江博儿身边孤立不住 我江博儿身边孤立不去 我江博子 我江博儿身边孤立不齐 你也许是什么 我江博儿身边孤立不乱 他太阳身边孤立不乱 我江博儿身边孤立不 root 谢谢大家 您是来出差还是旅游啊 都不是 哦 那是去机场接人啊 我已经没有人可以接了 我要离开这儿 再也不回来了 我知道 你刚刚一定站在台下的某个角落 亲眼看着我出嫁 很抱歉 我还是无法面对你 但我真的已经不再恨你 我总是会想起 每次我哭得那么无助的时候 是你把我抱在怀里 每次我惹爸爸生气 是你护着我 每次我说想妈妈的时候 也是你哄我入睡 这么多年 你一直在尽一个母亲的责任 而我 却没有尽过一天做女儿的孝道 所以以后的日子 我会努力幸福地生活 因为我知道 那才是你最期盼的 我们姜大小姐貌美无花 冰雪聪明 不关心你 简直是天理难容啊 这个水天我太幸福了 多吃点啊 其实 其实小的时候 我就尽量在想 你要是我妈妈该多好 你一直都那么疼 刚才那句话 是我说错了 你不要生气好不好 要不然 我陪你去吃饭 去SPA 然后逛街 给你赔罪好不好 别生气喽 下次再见面的时候 下次再见面的时候 我希望 叫你一声 妈妈 不合儿 我一定会回来的 来 靠近 靠近 来 来 来 你 你 你们月里啊 你真不如去趴洪吧 那个地方 我听说潜水特别好啊 这哪个时间去的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 典礼都结束了 不好意思 新闻的时候 凌智一点心事 不是赶紧来了吗 我先给你们当 谢谢 祝你跟博二 新婚快乐 早生贵子 人道就好 你不知道 我一直都念叨你 真的 那当然了 我在想 要不是你把这个家伙给甩了 我怎么能解这么大便 干嘛 我说得真心话 你啊 不愧是江波 什么都能做 那当然了 对了 你见到我哥了吗 我下支就直接过来了 看吧 我听阿姨说 你是要去米兰做江湾老师 天哪 你要出国 林涵已经离我们这儿很远了 你要去米兰的话 那岂不是离我哥更远 反正在你哥的记忆里 早都没有这个人了 再说了 米兰那么好 我怎么可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啊 不过你要是走了 就没有人冲吼了 我会回来看你的 我老板 赶紧啊 给你和新郎出场讲话了 好 你们快去忙吧 不用管我 好的 我们先走了 嗯 是啊 我 我先 好 你去吧 对 霍芝 你是霍芝吧 陈阿姨 好久不见 听李生说请过你 还以为你不来 没有 虽然但李生分手了 但是我们还是朋友嘛 我以为她弄多高兴 霍芝 你别怪我 哪个当妈的 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 再说 我怎么知道 那天看见的那个人 不是你 是你姐 你可不能怪我 拆散你和李生啊 过去了就让她过去吧 其实 我特别能理解你们感受 我现在看来 说不定你还是对的呢 如果我真跟李生结了婚 她可能也不会相信她 这么幸福 我也不会相信她 这么平静 真的不怪我 真的 我跟李生 可能一直都差了那么点缘分吧 我有一点 我想跟阿姨您说 虽然陈李生是您的儿子 但是从今天开始 她也是胡儿的丈夫 以后还是他们孩子的父亲 以后 我觉得很多时候 你也可以试着放手 敢让她独立承担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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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胡志 好久啊 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 我给你打过电话 你没接 我以为你不会再回来了呢 可能 我又曾经有新电话吧 你过得好吗 我明天就要出国了 这次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所以约了不少朋友 待会儿还有去见最后一个 那我不打扰你了 再见 谢谢这寂寞孤单 谢谢让我们成长 不算伤 我要的幸福也简简单单 笑得灿烂 哭得夸张 你是答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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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用爱来讲话 谢谢你 谢谢你 以前你去跟我说过 等我结婚的时候 会送我特别漂亮的烟花 没想到你真的做好了 哥 你找到记忆了 还要不是找到记忆 怎么可能想到 送你这块的笔物给你 永恒 有在那边 有在那边 我们都要有一个安全感 你这么多 有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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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要有好 想到你 那就用爱来交换 就用来交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